提起河田 很多人都会想到河田的玉石 我们正在从中国的最西端返回西安 现在已经到达了新疆的河田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河边 但是这个河不普通 对 这条河叫做玉龙喀什河 听见玉龙喀什河就想到啥了 有一个字 玉 对 河田玉 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就在下边这个挖玉 所以呢我们去看一下他们今天的收成怎么样 对 看看他们是咋挖玉的 我们刚刚一走到这个河边就发现 超级多人拿着棍子或者拿着铲子在那边挖玉 我们也过去看一下 对 看一下他们今天怎么样 我们现在过去 我们现在已经下到河边了 这个河边的人是真的多 对 大家都在这块找玉 都来寻宝 下边的石头也很多 我们踩的都是石头 我不一定叫做石头 说不定下边还有玉石 这些估计都是被大家翻过的 都是在河边看有没有冲下来的石头 玉龙喀什河又叫做白玉河 发源于昆仑山腹地 在亿万年的地质运动中 昆仑山产生了大量的玉石 经过地震 风石等作用 掩体脱落 洪水也将玉石携带到了中下游地区 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正在挖玉的寻宝人 今天挖到啥了吗 还没呢 咱这玉石好挖不呀 就好挖都来挖了 今天一码就飘 现在可能没之前好挖了 之前之前一码好一点 对 这码要不可在这 挖一个找一个对吧 对对 早上就过来了吗 挖一天还没挖着呢 怎么也有 这个挖就是内心 对 但是挖到一个就 挖着一个吧 挖着不好 挖着不好 这是咋挖的 这好东西都在地底下 这地方是碰挖的 碰挖不类的 您吉林人吗 黑龙江 黑龙江 您的人 我陕西的 那白的那不是一样的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一图了必将 这表面基本上不可能是有好东西 有有有 也有 但是很难找 像您一天那样挖多久 在这啊 嗯 冰天呢 嗯 下五六年 下五六年 您想到是自己 给自己挖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我还没您是给人家打工呢 明天啊 是给人家 没事的 买个锹来 直接刀了 哦 那天一样就 您挖到过啥宝贝呢 八重挖的 您挖到最贵的 购买了多少钱 一万两万 一万两万 那边挖得好 对 跟钓鱼一样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耐心嘛 对对对 耐心是白纸枝 真不然整出来一块宝贝 本身都不多 那小块的那也没有吗 那白的 不是 不是 小块那不是 这怎么分辨玉和石头 你挖出来 都挖不住 我都给你抖了 抖了 玉不都应该是白色的吗 不不不 红黄黑 红黄黑 都是玉 默玉就是黑是默玉 红的边又分走黑走 黄的边又分走黑走 黑的边边又分走黑走 白的边边又分走黑走 白什么青白 这个白哪白的高级白 一级白二级白 我们不懂 那这边挖出来的玉装到哪里 也就卖什么 他们来收鱼的 怎么这么有人来收鱼 对 他们最后就广东人呀哪人呀 就是那个什么维子人 说完了他们得找个卖 最有名的还是日辽河 对 这个河 这个河能说好像全国还是世界最贵的河 全世界最贵的一条河 一龙踏实河 是不是 也出狱的嘛 也是好像没有 别的地儿 没有像这样整条河都在里面挖鱼 好像就这条河 一龙踏实河 这边挖出来的石头都是带皮子啊还是啥 不是 带皮子就行 就是直接就是鱼 对 来一块 看到没有 这就是鱼吗 这块就是 这就是鱼石哈 这就是鱼啊 我撑一下 看到吗 这是鱼 这是石头 对吗 就是这个明显感觉透一点 这还不太好 要白得更透 您这都能分辨出来 这么小都能分辨出来 因为它在交易打眼它就不一样 像这能卖多少钱 几块钱 5块10块 5块10块的 这能做个啥东西 做啥 啥都快出不了 就拿个玩 做戒面 咋样做戒面 啊 做戒面 戒面 是干啥用的 戒指 戒指的面 哦 戒指 它摸着就是不一样 油油的 石头摸着是那种色的 这个是油的 嗯 对 你拿着了 带着吧 品质不好 做这么大点的 品质好的 过签 一块 拉几块 这有一个了 这也是鱼 这也是鱼 嗯 发彩了 哪个彩发彩 可以啊 终于挖不到井了 这也是鱼 这也是鱼 哈哈哈 这是鱼 你们刚刚说不一样 对 这跟刚刚那个不一样吗 呃 比那个好还是 不过好 这个不光 没那个光 不是 你给我手把都不一样 您装着吧 嗯 这个也能卖5块钱 卖了 哪啊 这个是5块钱 这个是怎么的 这个 这种 这种就是 你给5块去的家 能卖5块钱也不卖 没意思 我就不找你这种玩意 你整个的吗 哈哈哈 装那个 整个口袋 装那个 装口袋里头 嗯 到枕头 哈哈哈 域枕头 啊 为什么说这个 啊 为什么说这个 域石枕头 你这个弯 它不比那个 你说过的 刀框啥的强吗 大哥 我们去那边转 一转 一转一转 一转一转 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现在呢 已经看完这个 当地的挖鱼人 他们是怎么挖鱼的 而且他也挖到鱼的 我觉得这条河 是真的有魅力 对 我站在这 我都想忍不住去 挖一两产 它的 价值上千万的河 不止上千万的 无价值河 有一句话叫万一呢 你真的说不来 哪一天挖出来一个 几万块钱的鱼 或者 挖出来一个宝贝 宝贝 对 刚刚那位挖鱼人 他说 这条河是全世界最贵的河 对 我觉得是的 是最贵的河 真的 我觉得来河田 你可以不去夜市 可以不去这些浴巴扎 但一定要来 玉龙喀什河看一下 对 说不定哪一天 你来的时候 就找到了宝贝呢 是的 数千年来 玉龙喀什河畔的采运人 他们前夫后继为梦想而来 一枚小小的石头 撑起了一个个大大的梦想 一双双长满老茧的双手 一张张精力风沙冲击的面孔 成了玉龙喀什河不变的风景线 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